用的是全是官方别人的镜像 偶尔也会自己做一个镜像 但是呢 归根到底还是用的 没有用自己的库 对吧 接下来的话就是再给大家做一个私库 这样的话就跟Gaten App似的 公司会把代码放到Gaten App上 很少说有把所有代码全部放到Gate Hub上 让公司所有人看 那种东西很少 首先说 用传统方式搭建Docker的仓库 RegitStream 特别麻烦 但是呢 既然我们学了Docker 都用Docker搭一个 干嘛学那么费事 传统方式的话 因为它需要HTPS认证 所以它需要准备那种CA证书 CA证书的话 如果用那种自签列证书的话 你还得需要配一些相关参数 如果不配的话 会导致证书不信任 不是安全证书 所以说Docker为了让我们简便 它已经把这个 Regit这么多 这边这个仓库 给我们打包好了 我们只需要运行就可以 然后发了 大家可以先看一看 让我们一二点数 实际上说我先进入OPT这个目录对吧 进哪个目录无所谓 但是我因为我们上海发的时候 在OPT一下 所以我都希望在OPT的操作 还没准删一下 然后实际上说创建一个AUS目录 这个目录来讲是为了授权服务的 比如说默认来讲你你不你不希望你的那个 即使那个私有内部私有仓库 也不希望所有人都可以上传对吧 所有人都可以下载 所以说你得设置一个权限 但是他这块对权限来讲放的比较松 你只要那个能能够正常登录 就有对这个项目有所有权限 你可以随意提交 随意下载 实际上说我们先用http pathware 现在形成了一个那种加密的密码 当然了 这块的话其实你要做 因为他这也是用到处的方式 只不过那种一次性的 他这所用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因为默认来讲 你机器上是没有这个http pathware这个命令的 你需要装一个APA期 但是这样的话 又会额外增加你的负担 所以说 不要省事还是继续遭事 这应该把帽号去掉 总之这无所谓才能也很小 我们看一看一下里边有没有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份加密数据 用过名是名文 但是密码确实一块经过各种方法加密 完成一个密码的字幕份 然后我设的密码是123.6 生产的话你就不要这么设吧 你可以跟着你们实际情况进行来进行搞 然后进来我们是启动过的那个REDT 然后还是改成5000吧 一般的情况下仓错都是5000 这儿可是有不对的 真吗 一口号就行 感谢观看 我先一行一行说明一下 实际上说Docker Run 这块大家都明白了 杠D是后台起工 这也明白 然后杠P都是指定端口映射 然后我把本机的6000端口 映射到了端口里面的5000端口 因为它默认都是5000 所以说你背后修改一下端口 别能让外人知道 然后这个 这个是什么 类似在那个Docker容器 刀分这个射射吧 重启的时候 它是不是跟着启动 真的是 然后说这个内幕 大家都知道 然后杠V的话 都是一个挂载 这个反引号的PWD 你们也都知道吧 都是承认PWD命令 然后发现有个Auth 其实你写 那个跟下OPT 它也一样 这是相当于算点事 然后这块挂载到哪 挂载到跟 挂载到容器的跟下的 那个Auth这个文件夹 就是这块 重点来了 就是我刚才说 买多数这块 需要传入一些参数 比如你的认证参数 是HTTPPath HTTPPath这个方式 然后呢 这个 就是使用一些注册认证 然后包括这块 这块的话都是 你用的那个文件是哪些 之后啊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启动 然后我们去看一眼 有没有那个6000的端口 哎 发现有6000的端口 这时候我们去登录一下 然后你如果 默认情况下的话 都是需要那个内网DNS 去解析个域名 你如果不解析的话 你再用IP的话也行 这个是我 之所以绑定4.0的原因 我就127了 127好书 大家还记得我上午是怎么当过的吧 到会儿闹个印 然后你输入密码 别让咱们瞎输一个 看到没 就报4.1 健全失败 然后我们继续说刚才设置的 然后面是1 2 3 4 5 你都可以成功登录 成功登录的话 你就可以进行一个代码的 镜像的上传 我们看看我本地有什么镜像 没有 应该有 应该有 以我直接操作了过的一个镜像 对 看到没有 我们把它进行上传 因为在本地 所以后来讲上传不会太慢 Dalker Tag 进行ID 然后我们的镜像 汤固地址 然后 然后Dalker Push Push的话就需要 Push后边的段段就行了 由于是本地 所以说速度我给讲很快 但你要说跨网络的话 就看这次就靠下你们内网的带宽 以及相应的硬盘 这块机器硬盘基本上不打地 写入不是太快 这时候 你就可以采用那个容器券的方式 摆它当成一个容器券 然后你贴额外备份里面 哪怕有一天它挂了 你再把那个 跟起来 这二级 接替它的服务 好 OK 然后那我们怎么看我有哪些镜像呢 实际上说为了确保那个 镜像 我把这些先删掉 删除镜像命头是ArmI ID吧 ID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 我把这些所有镜像全部删除了 不用管 -F OK 这时候那个 原来我们制造好 那个用Docker File制造好的镜像 已经没了 对吧 然后我们再去下载 这块 看到 看到不能下载到 不能下载到 说明成功 下载不到 说明成功 哎对 咱们做一个认证吧 咱去Node2上进行下载 比如Docker 拖 127肯定都不行 你看 它就说明了你不能做一个认证 所以我们先认证一下 其实这是一个HTTPs的认证 哎呦不对 后面你也加上你的地址 它不能拿来载 因为我只映顺 我八个一个档口 没映顺 它本地是色的三档口 用V2 先先本地线破了一下 嗯 发现这时候你的镜像又回来了 所以你的镜像不是从那个官方的原下的吧 就是通过你自己的撕裤进行下来 然后你基本上你撕裤的话 你这样搭是最简单的 然后网上有一些都是那种正规搭法 通过传统方式 方法去搭 那我那我来讲 太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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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建议去不要去用 当然说你非要想体验一下也行 那块唯一你要注意点就是CA正出那块的坑 如果是报的那种错误的话 会让你加个态度 让你加个态度 你如果是说报那个正出错误的话 如果按照那种传统方式去搭的话 如果报正出错误的话 你会需要在那个Dockerfire里边贴上 贴上这个后边 不是Dockerfire 而是那个service文件贴上这段 这块的话 就是你的GDNIP地址了 然后后边是你一色端口 如果是我的话 其实我的需要改成6000 然后基本上关于仓库这块 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 没有疑问的话 那就大家先休一十分钟吧 一会儿的话 讲最后一个部分 也就是Docker那种单机的编排工具 这块还讲还是相对而言比较重要的